真是糟糕,我可能面临被起诉或者监禁,警察就在我的面前,已经准备开始做笔录,如果我回答稍有差错,可能会搭上一辈子。 在一番思想斗争后,我做了一个赌注,拨通了手机里老婆的电话号码。 喂,老婆,你在哪里? 有个警察,说我家暴。 十分钟前,这位警察同志敲响了这家的门,那时我刚好在处事忙碌,大约两分钟后,我打开门,警察显得不耐烦,他迈步进屋,目光犀利地扫尸了一圈后,对我说,有人报警说你家暴老婆。 家暴,根据情节和后果,根据刑法规定,致人轻伤的,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,致人重伤的,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,致人死亡或者重伤,造成严重残疾的,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,无期徒刑或死刑。 在一番认真的斟酌考虑后,我打电话给了妻子,我交代妻子,请尽快回家,回来帮我澄清,不管怎么样,两个人夫妻一场,他不会做事不理,不久后,妻子回到家,他看到我的表情,像是见了鬼般惊慌恐惧。 下一秒,妻子目光移到警察身上,那瞬间,他脸色煞白,整个身体开始哆嗦,连牙齿都在打颤,我的妻子,他在害怕什么,妻子脸上有伤,的确像是被人揍过的样子,脸颊的长印明显,左眼睛充血通红,眼周的淤青较深的,嘴角被撕开了个带血的口子,下手还挺狠的, 针对妻子脸上的伤,和莫名其妙的举止,警察同志立刻断定,我家暴了,警察同志准备收集证据,他打开他的录音笔,轻放到茶几上,开始引导妻子说出家暴的细节。 可我从来不打女人的,我必须澄清,我给妻子冲了杯茶,放到他桌前,顺便给妻子提了个醒,储物室的冰柜里有冰块,是否需要我去拿来给你敷眼睛? 妻子的身体震战了一下,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,他开始慌了,使劲地抓住警察的手臂,激动地解释,不是的,我脸上这些伤都是我自己摔的。 没有家暴,没有家暴,我丈夫对我很好,警察半信半疑,在出门的时候还在三叮嘱妻子,有需要帮助的话,可以求助警察,警察会保护他。 其实,连我都不相信,妻子脸上的伤是他自己摔的,警察走后,妻子急奔向处事,把门紧锁,一个人在里面躲了很久,我隔着门,听不到里面的任何动静,在隔了会儿,我开始收拾屋子,屋子有些乱,厨房的地板还有些脏,地上有少许清晰的血迹。 可能是,某次动刀切肉时滴下来的,我擦洗干净厨房,再把房子收拾得一尘不染,比较之前的凌乱,这会终于有了点加的感觉,我一个人吃了晚饭,留了些菜,第二次热菜时,妻子终于从厨室里出来,她失魂落魄地坐在我对面,坐了很久,我给她添了饭,加了菜,然后说,快吃,菜又要凉了。 妻子微微一颤,伸手拿起筷子,煎熬的巴拉了几口饭,哽咽了一下,痘大的眼泪就落在白饭里,接下来的日子,妻子总是避着我,早早出门,夜晚归家,回家后,会把自己所在厨室里好一会猜出来,我们基本没有什么交集,我也不想干涉她什么。 直到那天,我进了厨室,被妻子发现了,她整个人崩溃了般,在我面前发疯般狂吼,你是不是进了厨室,你是不是动了冰柜? 我是进了厨室,我是动了冰柜,那会儿,我决定摊牌,我把她拉扯到了厨室,站在冰柜前,哗啦地一下,拉开了冰柜的玻璃门,一阵冷气扑面而来,我指着冰柜说,你再发疯,我就揭发你。 妻子哀嚎了一阵,她可能觉得她命苦,哭得委屈极了,我递了张面金纸,放低了语气,你乖乖听我的话,好好配合我,我不揭发你,我帮你处理掉冰柜里的东西。 妻子哀嚎后了一阵,后又逐渐冷静了下来,因为她明白,她需要一个人来帮忙处理掉冰柜里的东西,妻子考虑了两天,在第三天的夜晚,我们连夜开车,把冰柜的东西载到海边,裹了三层塑料布,绑上重石,找了处不可能有人下去游泳的悬崖峭壁。 把东西推进海里,我,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抛尸,很紧张,很害怕,又带那么点刺激,之后,我和妻子商量好了对策,达成了某种协议,一具尸体,把我们拴在了一起,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,出来是谁都脱不了关系,藏在冰柜里的尸体没有了,妻子日渐开朗,对我话也多起来,会早回家。 允许我跟她睡同床,可是,安稳的日子过没有几天,警察又来了,妻子紧张地捏着衣脚,整个脸色煞白,还是那个警察同志,她见到我的表情,用惊悚两个字不为过,就像是看到死人诈尸的表情,方女士。 昨天有人,在潜水的时候,在海底发现了一具尸体,警察对妻子说,妻子紧张地摇着头,一点也不镇定,那具尸体,我们怀疑是你的丈夫。 警察看向我,如果,在海底发现了尸体,是她的丈夫。 那我是谁? 一切的反抗是无效的,真是不幸,才过了几天,尸体就被发现了。 在刚上了警车时,妻子紧张地身体剧烈抖动,我急忙向警察说明情况,只是说时,已经太迟了,妻子开始翻白眼,身体抽搐,向电弦发作。 情况紧急,警察从前坐挤过来,她抱着妻子,恰着妻子的人中,厉生地问,怎么会这样? 她有癫痫病史。 我说,我翻过她的病例,这两年癫痫发作过两次,两次送院,情况严重,送医院,送医院。 警察大声地嚷嚷着,妻子送医院了,我并没有作为陪护手在她身边,妻子在抢救的时候,我被带离了医院,送往警察局,昏暗的灯光,冰凉的手铐,我被安排坐在审讯椅上,面对泄几个铁面无私的警察同志,我问我的妻子还好吗? 你是谁?警察问,我是我啊。 我无辜说,警察起身,拿一叠资料泡在我面前,两天前,有人在海底潜水的时候,发现了悬崖边的前海区域有一具尸体,经过警察的辨认和DNA检查是某人,警察同志又问,你是谁? 对,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? 世界上,怎么不可以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,在警长同志的严厉目光逼视下? 我如实交代,我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,长得一模一样,小时候在孤儿院的时候,几乎没有人能辨认开来,因为我们是同卵双胞胎,不仅一模一样,就连DNA也是一样,导致二十年前,录入DNA档案库时,错把我们录入成一个人。 后来,我们各自从孤儿院被收养了,就很少联系了,警察同志根据我提供的信息,还侦查到了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人,询问了孤儿院,也证实了情况属实,同卵双胞胎是有可能DNA也一样的,很神奇,我的双胞胎兄弟就是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,你确定,那位双胞胎兄弟的死跟你没有关系? 警察同志提供了新的罪证,就在一个星期前,有人在海域附近试飞无人机,无人机上空时,刚好拍到了我们出现在陈诗地点的附近。 我们夫妻刚好到海边散心,我说,我们在死者的山口处,发现了半截段指甲,经比对和查验是你老婆方某的。 警察穷追不舍,我还想辨证,却发现以证据确凿,说多无用,不要再做无谓的争执了。 警察同志敲着着那碟厚重的资料说,我沉思了一下,决定坦白,我说,我和我的哥哥在之前就有相见,他欠下巨额高利贷,寻求我的帮助,无果后三番两次地到我家骚扰。 他还,骚扰了我的老婆,我恨透了他,你恨透了他,所以你们联合杀了他。 警察纠着着我的字眼,不放过一切可以把我治罪的机会,人不是我杀的。 我目光轻亮,斩钉截铁,那天我不在家,我哥又来了,他骚扰我妻子,把我妻子压在厨房的灶台上,我妻子动弹不得, 我哥就开始撕我妻子的衣服,他一点羞耻心都没有,像禽兽一样,无情地施暴,强奸我妻子,事后,他还得一扬扬,谈到这里,我哽咽了,一个男人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了,事后,他还得一扬扬,妻子在一片狼藉中,站了起来,仇恨让他失去了理智,随手拿起了水果刀,愤然地冲了过去, 一刀,两刀,三刀,妻子回忆说,他都忘记了捅他几刀了,刀下去,又出来的时候,真的很过瘾,看到他倒在血泊里,起不来时,害怕和恐惧才一并涌来, 我一再强调,是那个男人不轨在先,他强奸了我的妻子,我的妻子是正当防卫,我妻子是受害者,谁清理的杀人现场,我已经很卖力地为妻子求情了,警察依旧冷冷冰冰的, 一点动容都没有,妻子,我安静地回答,一个人,你只参与抛尸了,是的,我回家的时候,妻子已经清理完厨房, 事后,她很害怕,她向我求助,跟我讲了整个杀人过程,因为我不想妻子去坐牢,所以最后商量,把尸体给抛海里, 警察同志又要求我把抛尸过程详细地讲出来,我非常配合的,塑料布裹三层,绑上重石,开车到海边,推入海中,该说的,我都说了,不该说的,我不敢多说,之后,我向警察同志询问妻子的情况,警察同志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说,医生说有好转,对外界的刺激开始有反应,估计快醒了。 我听了高兴,站起身深深地给警察同志鞠了个躬,谢谢,警察同志合上审讯文档,收拾桌上的文件。 看我的目光平和了一些,今天的审讯到此结束,我松了一口气,妻子还没清醒,没有人来证明我口供的真假,我就这样等着,警察同志却很认真严谨,不放弃地还在搜查案情的证据。 又一天,看守所进来的一个男人,瘦巴巴,灰头土脸,像是跑路到荒山野岭被捕回来的早上,集体活动时,警察同志带他路过我的跟前,他瞟了我一眼,就一眼,震惊,害怕。 最后露出了窃喜的表情,在那一瞬间他脸上,阴晴变化极快,这个人看着狡猾,我纳闷呢,警察同志突然问我,你认识他吗? 我愣了一下,我该认识他吗?不要紧张,我带他去洗把脸,你就认识了。 警察说,那男人被带走后,从警察的小声聊天中,零零散散地配凑,慢慢地组织归纳了一下这个人的信息,那个灰头土脸的男人,是我的邻居。 警察在他的家里,找到了带有死者血迹的衣服,随即下了抓捕令,最后,警察在山上的荒林中找到了他,已经饿了好些天了,瘦得皮包骨头地。 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,当场就跪地认罪,太耸了,我心想,张小恒。 中午食堂吃饭时,警察同志突然叫我,道。 我当时心惊了一下,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袭来,吃完饭,到审讯室一趟。 是,三度进入审讯室,还是那个警察同志,他冷冰冰地看了我一眼,说。 张小恒告诉你一件事情,你妻子醒了。 我压抑不住的喜悦,太好了。 我能见他一面吗? 不能,他情况还不太好,他精神方面有些问题。 警察说,妻子自省后,行为诡异,总是把脸紧贴在医院窗户的玻璃上,整个五官都被挤压得扭曲变形了,就是不听劝,不挪开,听着有点可怕。 后来回想起来,他的诡异行为,不就是当初把尸体藏在冰柜里时,尸体的脸贴着玻璃,五官扭曲的样子模张小恒。 警察同志严肃起来,半眯着眼睛,狐疑地盯着我,你时常打你妻子。 我捏紧了拳头,斟酌了下,回答,有过肢体冲突,不时常。 我记得初次见你的时候,你说你不家暴。 警察敲着桌子愤愤地问,我镇定地回答,夫妻之间偶有争执,不算家暴。 陪审记录的女警同志白了我一眼,气得咬牙切齿的,你知道,你老不在外面有别的男人吗? 这回,警察同志声音放柔和了一些些。 我愣了一下,这又是怎么回事? 我完全不知道还有这种事。 警察打开一直放在桌面上的录音笔,细细观察着我的表情。 这是一段审讯录音记录。 一个男人,带着浓烈的地方口音,有气无力地说着话。 俺承认,俺捅了他两刀,俺认罪,俺是方方,我妻,的邻居。 俺们背着他男人搞对象。 那天,俺听到方方那边,他老公又开始嫁暴他了。 方方哭得好惨好惨,俺打不过他男人,束手无策,就报了警。 俺当时想着快点让警察来把那个可恶的男人抓走。 只是,只是等不到警察来,那该死的男人就又出门了。 男人一走,俺就溜进去安慰方方,安慰着安慰着,我们就,嗨嗨,后来呢? 警察的生意。 后来,俺们正耍火热的时候,他老公突然折回来了,发现俺们,在厨房搞那种事,就揪着俺的头发打俺,还跟俺要钱。 他狮子大开口,一下就要五十万,不给钱,就要打死俺。 当时,方方跪着求情,他男人又开始揍方方,往死里揍那种,那个,那个,俺一气之下拿起水果刀,就冲了过去,一刀,两刀。 当男人倒下去的时候,俺吓得瘫倒在地,尿了裤子,他男人本来还能动,还没死,方方突然爬了过来,捡起了地上的刀子,走过去,又狠狠地诱了几刀。 不一会,他男人就一动不动了,已经死了,俺们坐在地上,对身尸体发愣,突然方方,他妈打来电话,说一会儿要过来,俺们立即清醒,快速地收拾残局,把尸体运到厨师的废弃冰柜里藏了起来,俺还给通了电,给尸体保鲜,杀人偿命的,俺胆小,就先逃跑了。 跑到了山上,呆了好些天都不敢下山,警察同志,俺都坦白,俺直捅了他两刀,像俺这样似的,否是属于正当防卫。 他当时还能动,是方方,又补了两刀,嘟的一声,警察同志把录音笔关了,问起我听后有什么感想,听后感? 嗯,我听后伤心欲绝,悲痛万分,我抱着头,痛苦地说,我完全不知道,妻子和邻居有奸情。 警察同志试探地问,如果你是方某的丈夫,那么被他们杀的人,就是你的双胞胎哥哥罗? 我点头,我肯定,是我的双胞胎哥哥,我贪婪成性的双胞胎哥哥冒充我去敲诈钱,不巧被当成是我,被杀害了。 警察同志听了我这话,向我投来了同情的目光,我被绿帽,肩负杀人,我背锅,还帮抛尸。 不过,假设我是无辜的,我还是会面临牢狱之灾。 因为我包庇罪犯,还帮忙抛尸了,隔天,放风时间时,警察同志突然找我聊天,没有在审讯时,气氛相对比较轻松,他递给我一支烟,问,你知道,你哥是怎么死的吗? 我礼貌地拒绝他的烟,回答说,被刀铜死的,警察同志摇摇头,告诉我说,我割中刀后并没有死,是在还有气的时候,被人活活勒死的,那个男邻居坚决不认罪,所以凶手可能另有其人。 现在,只能等妻子精神正常后来,只认了,你勒死他了。 话锋一转,警察突然针对是我说,我舔了一下干燥发裂的嘴唇说,如果是我勒死的,我也会否认,不过,真的不是我。 呵呵呵,警察同志甘笑了起来,你这人说话有点不诚恳啊。 我也甘笑了起来,第二天,审讯时来了一个陌生老女人,身上穿着黑衣,胸前别着白花,哭哭啼啼的,警察同志安排了我坐在老女人对面,并递给了她一张面巾纸擦眼泪,柔声问, 王女士,请你确认下,坐在你对面的男人,是不是你女儿方某的丈夫? 说完还特意提醒了句,有人指认我非他女儿的丈夫,我猜,应该是那位男邻居在暗地里打的小报告,妻子的继母擦干了眼泪,扶了扶眼镜,认真地打亮了我一番后,对警察猛点头确认,我犹豫地叫了声, 妈,妻子的继母点点头又开始哭,她好像已认准了我就是她的女婿,拉住我的手,一把鼻涕一把泪的,我拍拍她的手背说,节哀吧,她哭得更凶,警察走过来告诉我, 我妻子死了,不幸从石楼摔下去,头不着地,抢救无效,死了,哦,七王,我有些迷茫,恍惚时, 丈母娘握住我的手,过来安慰我,很柔声地说,孩子,不用伤心,还有我,原来,丈母娘这次来,不仅仅是来辨别我的真假的,还来告诉我,妻子去世的消息, 母纵走了丈母娘,隐隐约约听到门外警察和丈母娘的谈话,丈母娘还一口咬定,我就是她女婿,护着我,我有点心虚,妻子死了,案件难进展,我以为,他们会就此作罢,在没有证据下,他们也不敢给我乱安杀人的罪名, 至于抛尸罪,情节不严重,不至于无期徒刑或死刑,再等等吧,等个几年就可以出去了,隔了些天,某个阳光明媚的下午,还是那个警察同志,他又找我聊天,他还给我道贺,我不知,喜从何来,他依旧给我递来一支烟,我这次犹豫了下。 借过手,借火点燃了烟,抽了起来,警察同志高兴地告诉我说,我已经清白了,他们已经抓到了杀人凶手了,谁? 手上的烟抖了一下,差点烫到我自己,你猜猜看,平时他挺稳重的,这回他可能太兴奋了,有点失态,我猜不出来,猛吸了一口烟,辣得沸腾,我以前不抽烟的, 警察同志咧嘴笑着,跟我谈案发过程,说,案发当天,有人看见过方某的继母王某,神色慌张地从案发房子后门离开,那房子在郊区,正门隔着狭窄的小路,就是一个阴暗不见日的废水池,平时都没什么人。 反而后门对立路,人来人往,走后门的确会比走前门更容易被招人注意,我抽着烟,透过飘渺迷蒙的烟雾,似乎看到了丈母娘被捕后,坐在昏暗的审讯室里招供的情景,我坦白。 白花的头发,要着淡淡的荧光,勾搂着被,沧桑的声音,慢慢地交代着事情的经过。 那天,我打电话给女儿后,不用十分钟就到她家。 我用自带的钥匙打开了门,进房后,我看女儿不在家,房间很乱,我准备帮女儿清扫房子。 我到储物室拿扫帚时,一打开储蓄室门,就看到冰柜里的人。 人死了吗? 警察问,没死,她自个儿一点一点地推着冰柜门,把冰柜打开了一条缝隙,探出了头,有气无力地呼吸。 她爬不起来,向我求救。 我不想打理她,她就狠狠瞪我,辱骂我。 为什么不救她? 在之前,我女儿打个电话向我求救,说女婿打她。 所以,你杀了她。 当时我问她,我女儿呢? 她对我说,你女儿被我弄死了。 我本来就一肚子火,被她那么一说,我气急了,拿起一边的旧毛巾,就套住她的脖子,用力勒紧,用力勒紧。 我一心想给女儿报仇,一时间失去了理智。 死了? 开始还反抗,后来挣扎了几下,就断气了。 断气后,我还用扫帚赶敲她的头,确定她真的死了,再把她的头硬塞进冰箱。 毛巾 扫帚 是 毛巾 黄色的毛巾,上面绣着个大红喜字。 上面沾有死者的血迹,我把它藏在后院的花盆底下。 你杀了你的女婿。 她不是我女婿。 我确定,刚开始我以为她是我女婿,后来发现不是。 我女婿耳朵后面有一颗小痣,死的那人没有。 一根烟抽完,警察拍拍我的肩膀,说她在此之前,还一直怀疑我才是真正的凶手,说我丈母娘藏得太深了。 谁都没有去怀疑过她。 她说,丈母娘被捕后,她供出了勒死死者的各种细节,详细道道,仿佛让人身临其境般,法医也证明了她行凶手段与死者的死亡鉴定结果相符合,而且还根据她提供的地点,准确地找到了杀人工具。 因此断定,我那丈母娘就是凶手,警察同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目光迎接着夕阳,她大概觉得这个案件终于破了,这傍晚的夕阳看起来无比好看。 她问我,真正的凶手找到了,我清白了,问我高不高兴,我说,有什么好高兴的? 你也家破人亡个事实,警察同志瞬间没有了笑容,我当时张了张口,还想说点什么,却梗在了喉咙,好像发不出声音,丈母娘被收押后,突然有个律师主动联系上了我。 她说,我的案件在网上已经闹得挺火的,她想接我这个案件,她想挑战自我,向大众展示她的实力。 她还说,我只是抛尸,没有杀人,不会判死刑,她要给我争取到最大的减刑,让全国人民,甚至全世界都哗然。 我问她说,你对我的事情了解不,她很肯定地点头,说她查阅了非常多的资料,我的案件都快被她翻烂了。 她来找了我五次,我最终还是被她的死缠烂打给说服了。 这位严律师真的很厉害,或者很狡诈。 她能说会道,巧舌如簧,在众人面前,把我定位成了一个兄弟至今被害死,妻子不忠背叛,又被利用抛尸。 被杀人凶手丈母娘嫁祸的悲惨可怜者,网络和电视台争先报道这件事,在摄像机前,我永远是懒得抬头,而严律师总是昂首挺胸,侃侃而谈。 利语勋心下,她为了她的成功,她甚至能颠倒黑白,几乎要把我身上的罪孽都推得一干二净了。 在她面前,我只要好好的配合,扮演成一个沉默的,可怜的无辜受害者就好。 不用多言,在一审过后,广大的网络民众把严律师捧上了神坛。 因为,本来三年的刑期,我只被判了三个月的时间,严律师相当自豪,仿佛她真的成神般。 我当时,在心里默默地嘲笑她无知,三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,看守所沉重的大门打开时,我看到严律师就站在门口等我,她兴奋地朝我挥手,还带了几个记者,抓拍下了我出狱的瞬间。 我挺佩服她的,能见缝插针地给自己做宣传。 那位跟了我很久的警察同志过来送我,临别时,她还半开玩笑地问了一句,你,到底是哥哥,还是弟弟? 我笑而不语,给了警察同志一个大大的拥抱,感谢她那么多天来对我的照顾。 上了严律师的车,严律师问我,刚才那位警察同志问你什么了?我说,没什么。 严律师边开着车,边跟我讲述了自他帮我辩护后,每天都有人排着队,求他接案件,现在都忙不过来了。 我边听他说话,目光迷离,我脑袋里一直在回想着那位警察同志的话,我到底是哥哥还是弟弟? 其实,答案是,其实,我是死者的双胞胎哥哥。 那天,我赴约到弟弟家,看到门没有锁,就推门进去,客厅没有人,我听到一想,寻着寻着,就找到了储藏室,发现了被关在冰柜里的弟弟,发现弟弟死后,我为了躲避高利贷,开始冒充死去的弟弟和那他的妻子一起生活。 我,弟弟的妻子知道我是假的,却不敢揭发我,我们两个人说得很明白,我不告发他杀人藏尸,他也不准揭露我的身份,都是为了自保。 我们达成了共识,从那以后,我就是他的丈夫,他就是我的妻子,他帮我演戏,我帮他抛尸,严律师突然问我,想什么呢?想得那么入神。 我说,我想去监狱看一下丈母娘。严律师愣了下,跟我说,改天吧,你这刚出来,就要去见一个进去的人。 过两天,我帮你疏通疏通关系,让你过去见他一趟。他这把年纪了,这一关,肯定老死在里面了。这见了,大概也是最后一面了。 两天后,严律师找人帮我疏通了关系,安排探视,只是没有想到,丈母娘拒绝见我,她托预警给我送出来了串钥匙,之后就把我拒之门外了,我不愿放弃,等在监狱外面不肯走。 我争取那么快的时间,从看守所出来,就是想来见丈母娘一面,想她给我一个答案。 天快黑的时候,我被凶巴巴的女预警赶走,丈母娘除了死去的妓女,基本也就没有什么亲人了。 我拿着她的那串钥匙,到她所住的房子,我开门的时候,隔壁的小老头冲出来,只看了我一眼,就乃兄乃兄地骂我说, 你这个畜生女婿还敢来?是不是又来要钱啊?如果你再打人,我就报警啊。 当时,我真的被小老头的气势吓唬住,一会,小老头又上下打量了我一下,脸色多云转情说,你不是她女婿吧? 说完,邀请我进她房间去,小老头是个残疾退伍军人,孤寡一个人住在这里,日常多靠我丈母娘帮忙照顾着,两个人的关系挺好的,小老头一瘸一拐地从里屋拿出了一个盒子,交到我的手中,我打开盒子,里面有一封信和几张照片。 信上说,案发时,我的丈母娘当时已经先一步进入了储藏室,听到有人推门就躲了起来,她当时就站在支舞架后面,看到两兄弟打架,她竟然萌生了让张小恒这样死了算了这样的罪孽深重的想法。 整个过程,她在支舞架后面一直不敢吭声,后来,她又从后门悄悄溜走,她很后悔,很懊恼,本该阻止一切的发生的。 她还说,不要再翻案了,就当是那么多年来的赎罪,另外的那几张照片是一个女人带着一对双胞胎儿子,很明显,照片里面的双胞胎就是我和我弟弟,小老头告诉我。 当年因为生活所逼,我生母不得不将双胞胎送到孤儿院,后来就遇到了双胞胎其中一个,就把妓女嫁给了她,只是那双胞胎弟弟是个贪婪又暴力的男人,生母已经对她失望透顶,我从小老头家里出来时,小老头还再三交代我,要听话,这是她最后的愿望了。 我给小老头鞠了个躬,就走了,那天夜里,我喝了很多酒,第二天,借着酒气未散,我来到了严律师家,严律师穿着睡袍,松松垮垮地来开门,见到我后,打发走了里屋的女人,并给我倒了一杯水。 坐下后,她皮笑肉不笑地问我,横哥,你那么早来我这里干什么,我把杯子挪回她的面前说,你想听真相吗? 真相,严律师整了整睡袍,严肃下来说,哥,你要知道法院判决下来的,就是真相,所有网络和电视报道出来的,就是真相。 我点燃了一支烟,目光迷离地看着严律师,不管他如何拒绝我,我还是慢慢地把那天的事情给他听。 其实,我才是哥哥,张小树,那天,我到弟弟张小恒家找他算账,一个多月前,他偷我的身份证,在高利贷那里借了三百万,利滚利的,翻了几番,高利贷的人现在来找我要债了。 我到弟弟家的时候,大门是虚掩着的,我推开了门,安静的房间,从储藏室那边传来了一响,我寻了过去,看到弟弟被关在冰柜里面,冻得哆嗦着身体,有气无力地用指关节敲着冰柜的玻璃门求救。 我心疼他,立刻打开冰柜门,把他从里面拉出来,抱在怀里给他取暖,索性,冰柜温度还不算很低,弟弟体温一下一下地回了暖,他捂着肚子上的伤口,表情痛苦地说,哥,那个臭女人要杀我,我快要死了,快送我去医院。 刚好这个时候,高利贷又打来电话,催命般的声音响起,喂,张小树,我告诉你,如果你不先把这个月的利息还了,你就得拿你的命来还,我拿着手机,看向弟弟,弟弟尴尬地笑了起来,哥,你看我受那么重的伤,就先带我去医院吧。 我看了一眼,他腹部的伤口,咬咬牙答应了他,好,我先带你去医院,不过,咱们到了医院后,我会把高利贷叫去医院,咱们一起把这事说个清楚,那个结,总不能我这辈子都替你背着那么多的债吧。 才几天的时间,我已经被高利贷追得都透不过气了,呵呵呵,弟弟甘笑了几声,我屈膝下蹲,准备背起他,亲兄弟又人命关天,我当时选择先送他去医院,事后再解决高利贷的事情, 就在这个时候,我刚好抬起头,刚好借着我面前的一面破镜子,刚好看到了我背后的弟弟,他从地板上操起了一把生锈的锯子,呲牙咧嘴的,欲朝我的脖子劈过来,我吓了一跳,打了个滚臂开,蛇永远暖不热, 这话,我当时觉得挺有道理的,弟弟喘着气说,哥,不如你死了吧,死了就不用还高利贷,你有个了结,我也舒坦,说完拿着锯子,又朝我挥动来,我算是完全看透他是什么人了,一脚踹开他,啊,好痛, 那一脚刚好踹到他的伤口,他痛苦地捂着伤口,扭曲着脸,我本想再踹一脚,犹豫了一下,再回过神时,他又扑杀了过来,锯子和我的颈动脉,只差不到一厘米,我差点就成锯子亡魂,我得自保,我随手抓到一条旧毛巾,黄色的,上面绣着个大红喜字, 我错开了他的锯子,跑到他背后,见准时机,把毛巾锁在他脖子上,勒住,用力地勒,起初,他还会双手拉扯着毛巾反抗,之后挣扎了好几下,逐渐地,他就不动了,我当时,被愤怒冲晕了头,当他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时,我还拿起一边的扫帚杆,敲了敲他的头, 确定了一下他是不是没有反抗能力了,是不是死了,这时,突然有人敲门,我心已惊,迅速地把张小恒搬回了冰柜,摆成之前一模一样的姿势,我擦了血迹,顺便找了身衣服换上, 两分钟后,我打开了门,一个警察站在门外,我当时,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切的动作,会被躲在暗处的生母看到,他还替我顶罪了, 哥,你别说了, 严律师精神崩溃了般,跪在地上,额头哐当,哐当地一下一下地磕着地, 哥,我求你别说了,严律师一把鼻涕,一把泪地求我, 我知道,如果我把所有的事实都公布出去的话,也意味着他跌下了神坛,名利双尸,哥,一错再错,回不到原来了, 你继续当你的张小恒,不是很好吗? 就算不为了你自己,就当为那个替你顶罪的丈母娘,你也得在外面好好活着, 好不好,严律师苦苦哀求,我知道,他的目的只是想保护他自己,我也没回答他,白白手,苦笑着离开了他家, 我把本该烂在肚子里的话,全部清吐了出来,仿佛束缚了许久的灵魂,被释放了出来,舒坦, 酒醒后,我回到了那个家中,继续用我弟弟张小恒的身份生活着,我时常在想,我弟弟这个人贪得无厌, 生性暴力,蛮横无礼,丧心病狂,跟畜生差不多,估计周围所有的人都受够了他, 所有当时,我生母并没有出手阻止,我背起了行囊,用张小恒的证件离开了这个地方,开始新的生活, 在外当了三年张小恒,在外面流浪了三年,三年后,我再回到这个地方, 得知生母在监狱里熬不过两年,就已经去世了,住隔壁的退伍老兵小老头, 耐不住寂寞,早搬家了,严律师还是一如既往的风光无限, 我在路上还遇到了那位警察同志,他在抓小偷,他大概已经忘记我了, 颇意外的是,半夜在路边摊吃夜消食,遇到了那位偷情的男邻居, 他见到我就嚷嚷着,老子安出狱了,老子安出狱了, 我装不认识,他贴过来,他喝了酒,醉熏熏, 打着酒阁说,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俺的话,全世界都被你骗了, 你根本就不是方方的丈夫张小恒,张小恒的德行,我了解, 他就只是个光有蛮力,没有脑袋的笨蛋,我不想搭理他, 起身离开,男邻居跟过来,死缠着我不放,跟着跟着, 他就开始口无遮拦了,他说,张小恒, 是个傻子,想当初,俺和方方骗他,让他去借了三百万高利贷做生意, 他就真的跑去借了三百万高利贷, 我扯了下嘴角问,之后呢,钱呢,之后,张小恒的钱, 全被俺骗走了,花了,赌了,还剩下一些, 等以后娶媳妇用,本来嘛,拿到钱后,俺就准备跑人的, 却被他发现了,俺完他老婆, 背背完就背完嘛,还大俺,还敲诈俺俺, 我就捅他几刀,我呵呵一笑, 带走到他家前门那废水池旁边时, 我撸了撸袖子,准备动手, 在这地方,在废水池里淹死, 没个两天三天地,尸体不发臭,根本没人知道。 你知道,张小恒是怎么死的吗? 男邻居打了个酒阁,臭哄哄地说, 我及时杀住手上的动作, 下意识地摸出了手机,打开录音, 我问,他是怎么死的?呵呵。 那天,俺们把他搬进冰箱后, 我和方方就逃到我家了。 回到俺家后,俺越想越气, 就翻过了院子的墙, 悄悄地潜进了他家的储藏室。 他开始炫耀他伸手如何了得, 翻个墙根喝个水般容易, 我打断他的话问, 你进去了储藏室看到了什么, 又干了什么? 我看到他还活着。 男邻居笑得很阴险, 表情猙獰, 他被关在冰柜里, 一动不动, 我打开冰柜, 抓出他的头, 他还有呼吸。 当时他神志模糊地说, 他要勒死我了, 勒死我了。 我确定, 我非常确定, 男邻居是在我之后, 进去了储藏室, 当时, 我勒得紧了, 张小恒也一动不动, 我就以为他死了, 警察突然来敲门, 我也没仔细确认, 就匆匆离开, 我一直以为, 我就是把张小恒杀死的人, 我捏紧拳头, 继续跟在男邻居后面, 俺拿了个黑垃圾袋, 封住他的嘴鼻。 哦, 他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, 一会就没气了。 俺再三确定他死了后, 俺就把他的头按回冰箱里, 他的脸贴着冰柜玻璃门, 挤压的变形, 好滑稽。 那男邻居亮呛地走了几步, 又突然回头, 脸上笑出了一堆褶子, 说, 无死和勒死都是窒息死, 太洁减, 所以警察发现不了的, 目看着他得意嚣张的背影, 我拨通了警察的电话, 第二天, 一早。 我隔着窗户, 看到了隔壁门口停了两辆警车, 男邻居被抓出来时, 还大喊冤枉, 警察说, 冤不冤枉, 我们到警局再聊, 男邻居苟急跳墙, 动手把一个警察同志, 推进了臭废水池里, 警察同志们, 开始乱成一团救人, 只听, 其中一个警察愤愤大喊, 摄像头拍下来了吗? 摄像头拍下来了吗? 告他意图杀警, 最佳一等。 一个月后, 我收到了生母的改判通知, 有什么用, 人都死了, 我很自责, 没用勇气在这里生活, 我用张小恒的名义, 把那套房子卖掉了, 全捐给了慈善机构, 然后住进了深山老林, 当一个自由自由撰稿人, 写下我的故事。